自6月11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聚集性疫情以来,北京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58例。 当前首都疫情形势严峻复杂,防控处于紧要关头,前市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级别,疫情防控工作又一次进入战时状态。 我们必须把全市上下进一步紧急动员起来,坚持外防输入,内防扩散。